大家好,我是阿健,做一个锅上的厨师 家常炒花菜到底是焯水还是直接下锅就炒 其实各有各自的优点 今天阿健就给大家分享一种家常炒花菜的做法 做出来脆润爽口,非常的入味 接下来就一起来看看是怎样制作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朵这种花杆翠绿的有机花菜 顺着根茎将花菜切下来 饭店一般为了菜品的美观 省市会将这个花菜杆子丢掉不要 其实我们在家做完全是可以留着一起炒的 将杆子改刀切成这种薄片就可以 切好用清水简单地清洗一下 控水捞出备用 花菜的话我们给它改刀 切小朵一些就可以 方便我们食用 炒出来也更加入味 炒出来好以后 放入一个大碗中 加入一把食盐 再加入一把面粉 倒入多点的清水 没过花菜 下手给它抓拌抓拌 浸泡个十分钟 食盐具有杀菌消毒的作用 这样可以去除花菜上面的虫卵和一些杂质 而面粉有很好的吸附性 可以将花蕾比较难以清洗到的菲尘 给它吸附出来 花菜用清水给它多清洗几遍 将残余的面粉给它清洗掉 清洗干净后 控水捞出 装入盘中备用 再来准备半个紫皮洋葱 切成细丝 切好 装入碗中备用 多几颗的蒜子 改刀切成薄片 一块去皮的生姜 同样切薄片 切好 装入盆中备用 再来准备几个干海椒 用剪刀 给它剪成小段就可以 几根清洗干净的小葱 切成长段 切好放碗中备用 锅中加入多些的清水 开大火烧开 水开后加入一点食盐 和食用油 将处理好的菜杆子和花菜都加进来 焯水一分钟即可 焯水的时间如果太久的话 就会失去其本身脆爽的口感了 我们加点食用盐焯水 可以给花菜入个底味 而食用油则可以使超烫出来的花菜 更加的明亮 颜色更加漂亮 一分钟以后 我们用漏勺 迅速地给它控水捞出备用 锅中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热后下入姜蒜片 干辣椒段 煸炒出香味 炒香后下入一勺黄豆酱 炒出酱香味 接着再把花菜加进来 洋葱也加进来 调味只需加一点蚝油 一丢丢白糖 再来点毛毛盐 大火快速地翻炒均匀 将食材炒至入味 亲爱的朋友们 制作视频不易 阿健每天分享 简单实用的家常菜 要是今天这个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请记得给阿健点个赞 或者评论转发一下 万分感谢 最后我们再撒入一把 自然力提升一下口感 把切好的葱段也加进来 再来点小末香油 翻炒个五六七八下 就可以去锅啦 将它装入盘中 端上餐桌 一家人就可以美美地享用啦 花菜像我这样做 清脆爽口 鲜香入味 好吃又下饭 而且做法简单 即家常 非常的适合 我们在家轻松操作 喜欢的朋友 就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就简单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见 视频的最后 祝大家天天开心 八颗牙齿晒太阳